内行故事低调说 今天介绍一部 科学家在海里捞出巨型冰块 没想到冰块融化后 这场人都惊到了的电影 超级沙大战机起沙 霍穿在一个晴空外里的下午 一艘货船拖着一块巨大的冰山在海里航行 走着走着 忽然冰山碎裂 从冰山里就钻出了一只巨大的鲨鱼 超级沙巨大无比 好像史前怪兽一样 它尾巴一甩就把一艘渔船甩到了埃及 打掉了尸身人面上的头 也就是说 这只超级沙一招神龙摆尾 就把这艘渔船甩到了几千公里外的地球另一边 这一撞去震惊了世界 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 都开始报道这只超级沙 毕竟能把船只丢飞出去的鲨鱼 大家可都没见过 然而除了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不怕事情大以外 各国的官员们都没有闲着 他们为了对付这只超级沙 研发了一艘内核式潜水艇的机器鲨鱼 这艘机器鲨鱼还不是全自动的 需要人来驾驶 宝儿姐就是这艘机器鲨鱼的驾驶员 她的老公黑哥们则是这艘机器鲨鱼的检修维护员 但是这艘机器鲨鱼战斗力非常的垃圾 刚一到海还没有碰到超级沙 就遇到了一只巨大的章鱼 那只章鱼铲住了机械鲨鱼 宝儿姐只好奋力控制机械鲨鱼自救 飞机九年二虎之力 总算摆脱了章鱼回到海面 还显然目前的机械鲨是不足以威胁 这条在海里称王称霸的超级沙的 没有办法 海军只能给他们制造了金版的机械鲨鱼 新一代的机械鲨外观变得更大了 而且还配备了更强的动力系统 可以发射更强劲的鱼雷 于是在升起完机械鲨之后 宝儿姐就呼不及待地开着她和海军 一起全球搜索超级沙的身影 终于在一片深海里 宝儿姐找到了那只超级沙 她立马冲超级沙发射了两枚鱼雷 其中一颗直接击中了超级沙 但是击中鲨鱼的这颗 好像并没有对鲨鱼造成什么伤害 而另一枚鱼雷更倒霉 鲨鱼只是轻微地晃了一下 然后甩了甩尾巴 就把她甩到了旁边的潜水艇上 直接就把友军给炸沉了 就这样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 回到岸上的宝儿姐心情十分的沮丧 老公坏哥们忍不住上来安慰宝儿姐 她说打不过超级沙 肯定是机械沙的问题 跟我老婆的驾驶技术没一点关系 随后她帮助宝儿姐在机器沙上面 装了一个智能控制系统 与此同时 那只超级沙也没有闲着 她不断地袭击过往的船只和钻井平台 甚至还能窜到海面上搞掉几架飞机 在机器沙被安装完智能系统之后 宝儿姐又开着她到海底和超级沙打了起来 他们打得那是个昏天暗地 日月无光 打着打着 两头鲨鱼还因为战斗力太强 直接飞出了海面 差点撞到一家路过的科技 把飞行员看得那是一脸懵逼 宝儿姐眼睛肉搏打不过那只超级沙 其又发射了一枚鱼雷 然后那只超级沙又故企重施 一摔尾巴将鱼雷打偏 击撞了旁边的军舰 宝儿姐见此气得头昏脑胀 就把超级沙逼到了海底的峡谷旁边 冲着峡谷两边发射了一枚鱼雷 想要用那些石块把超级沙压在海底 但是谁曾抢超级沙跑得非常快 不仅没有压到超级沙 反而宝儿姐自己的机械沙还被石块压住了 宝儿姐也在驾驶舱里被巨大的冲击力震晕了 黑哥们见识不妙 就赶紧打开了机械沙的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系统航官就控制着机械沙从海底 带着宝儿姐回来了 但是等到机械沙扶到海面上的时候 旁边的一艘轮船一直在发射干扰信号 超级沙听到之后感觉十分的烦躁 纵身一跃 就把那艘轮船砸成了两半 为了防止驾驶员再次遇到危险 他们决定让智能系统自己控制着机械沙去干掉超级沙 但是就算是智能系统控制了机械沙 机械沙还是打不过超级沙 而且在被超级沙攻击的过程中 机械沙的智能系统遭到破坏 被打飞落到陆地上后 就开启了六星不认模式 它将人类作为了攻击目标 不停的破坏城市和街道 一时间市民们争相逃窜 断成一团 而普通的警察也对付不了这只机械沙 关键时刻还是要依靠宝儿姐和黑哥们两人 他们来到现场 试图控制住这只机械沙 但是到了现场之后却发现 终端控制器对机械沙失去了控制作用 没有办法的宝儿姐只好从高处跳到了机械沙的嘴里 试图从内部关掉机械沙的智能系统 然后操纵机械沙信号发射机 发射出干扰信号 把超级沙引了过来 结果行动到一半 军方派来的飞机出现 对着机械沙就是一顿轰炸 炸弹直接把机械沙再次炸回了海里 而爆炸造成了震荡波 把宝儿姐吹进了机械沙内部的一个封闭的水池当中 眼看就要被水淹死 关键时刻黑哥们可不敢再看戏 他果断出手 英雄就美 开着第一代的机械沙冲到了升级版机械沙嘴里 开着原始机械沙把宝儿姐救了出来 另一边的超级沙受到干扰信号影响 飞快地找到机械沙 一口就把机械沙咬成了两节 但是没想到超级沙在咬断机械沙的时候 不小心咬到了玉雷 兴致鲨鱼同归于尽 而宝儿姐和黑哥们则因此拯救世界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丧的幸福生活 自此全聚中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面对困难 面对面硬扛是行不通的 在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思路 说不定问题就能解决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我就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